讲到苏东坡虽然他是一个单开是一个人物 是一个历史人物 可是跟他相关的还有很多人 包括这一次林心如跟你一起搭档 他饰演是你的妻子 我们知道林心如以前跟陆毅也演过很多 那时候都演的是情侣 现在转变成夫妻了 是不是感觉到会更有默契 跟林心如呢确实是合作了好几部戏 但是这部戏里面是我演那个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王福 包括下一部戏三国他演孙上香 但是跟他没什么对手戏 确实也可以看到林心如他这集的一种成熟一种变化 如果大家看了苏东坡里面他演的王福 就不会再以为他是以前那种小姑娘小丫头一样 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一个女性 那是因为他跟苏东坡 是因为他要嫁离苏东坡 所以他必须符合这个人物的特性 这个人物是编剧附加给他的一种特性 还是在历史上本身他就 王福是历史上本身就有这么一个人的 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江城子 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这首诗就是苏东坡特地写给他的那个第一任妻子的 这是一番范子的一种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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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 感谢观看